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祝福我们 让祂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在真理当中 每一天都能够得胜 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四到三十节 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儿父塔玛做了妓女 且因形影有了身孕 犹大说拉出她来把她烧了 塔玛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发人去见她公公 对她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的孕 请你认一认 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 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情了 塔玛将要生产 不料他父里是一对双生 到生产的时候 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 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 说这是投生的 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 他哥哥伸出来了 收生婆说 你为什么抢着来呢 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 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 也伸出来 就给他起名叫谢拉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想神给我们一个学习 就是悔改 是我们回到神面前最正确的途径 不管我们过去做出的错误的选择 错误的判断或者是做错什么事 但是悔改是最重要的 因为悔改是帮助我们 立刻回到上帝的旨意当中 那我们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犹大 他是一个有双重标准的人 你看他自己可以找妓女 但是他却用最严厉的最高的标准 来定罪他的媳妇 在24节说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马做了妓女 且因他行营有了身孕 那当他知道他的媳妇怀孕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 哇非常的严厉非常的严格 他是完全不顾情面的 用最严格的用最严厉的律法 来审判他的媳妇 完全没有顾念过去 所有在家里面的这些家人的感情跟关系 完全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他马其实好像也有做准备 他并不是说傻傻的就是这样 他在做这些事情之后 其实他是有计划的 所以当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 他马其实很聪明 他并没有在别人指控他或控告他的时候 他就立刻说话 而是他一直等 等到了他真的被拖出来 好像准备要醒一醒的时候 那个最后关键的一刻 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了孕 请你认一认 这印和带子和葬是谁的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的 这是当初犹大给他的 那犹大呢 我们看到犹大看到听到这些事情 看到这些事情的反应是什么 26节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益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是 他比我更有益是什么意思呢 这原文就是说 他是公益的 而我不是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 好像他被光照了 神透过这件事情来光照犹大 但是我觉得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 犹大 因为你知道他本来是 羞耻于他去嫖妓这件事情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想要遮掩这件事情 遮掩这个罪 所以他遮掩他 他干脆就不要了这些东西 不要了 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当他这个事情被曝光的时候 他怎么决定呢 他说他是公益的 而我不是 所以我们发现他是勇敢的去面对自己 曾经犯下的错误 我想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背后就会指指点点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他怎么会跟他的媳妇发生关系呢 在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大家所不能 道德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他立刻承认 立刻说他是公益的而我不是 他是益的 因为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 那他所做的是对的 我做的是错的 所以他立刻承认自己的错 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 我想犹大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决定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就是当我们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呢 即便会很尴尬 即便很难堪 即便是出糗 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要用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过错 好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 犹大他是一个愿意立刻悔改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去学习这件事情 就是我想当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 当我们遇见自己的一些挫折 或者是一些过犯被揭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过犯 甚至是面对神呢 我想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 选择用消极的方式 消极的态度 甚至不敢来到神的面前逃跑 不敢面对自己的这些过错 但是今天的经文 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可以在人悔改了以后 来翻转整个故事的结局 我想这件事情是很难面对的 就是他跟他的媳妇发生关系 而生下了两个孩子 那这个好像 这个本来是好像是一个罪 是一个过犯 但是当他勇敢的承认 当他勇敢的面对的时候 神他也是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那在这个媳妇他怀孕的时候 神给他一个双胞胎的孩子 所以他生了两个孩子 那而且这两个孩子 却好像成为这个以色列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传承 所以神拣选了这个家 成为大卫的祖先 拣选了这个家 成为耶稣的祖先 所以虽然我们看起来是错误的 但是结局却是被祝福的 所以我想我们面对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面对错误 我们面对了那些 自己所做过的那些愚蠢的事情 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做错的 没有一个人有这个 没有这个犯错过的经验 但我们犯错过 常常我们就是逃避 放弃灰心 甚至有种负面 或者是那我就错到底 或者是我就恶到底 但是我想我们不要有这种心态 因为神祂的拣选是奇妙的 或许你的过去是失败的 或许你现在也正在最当中挣扎 但是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就自我放弃 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觉得说我是很糟糕的 因为神的拣选是奇妙的 祂是有恩典的神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 这里说神却拣选了 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拣选 跟人自己的定义 跟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想如果是我们来决定 我们不会决定犹大 这个错误的行为 跟错误的这个罪而发生的这样的关系 他的孩子 我们人不会去拣选 但是神却拣选 因为神常常就是拣选 我们意想不到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家人 不要因为一时的错 一时的过犯 就选择放弃自己 因为当你放弃了自己 你就让神没有办法 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 来展开他的计划 你相信吗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也有很多奇妙美好的计划 当然如果你现在 你正是在困难当中 活在罪当中 牧师鼓励你 悔改 悔转 立刻做出对的决定 用对的态度 来面对你自己的人生 上帝一定会祝福你 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我们看见 悔改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而且你也是 乐意饶恕我们的过犯 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做出勇敢 而且对的判断 祝福我们 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